然後身為自學生我們就是在 在這個就是我有看到很多社會現象 然後就覺得就是感覺跟我們同一個年紀的 不管是自學生還是體制的學生 就是對未來多少有一點迷茫 你們這個算是機構還是團體? 我是個人自學他們是團體自學 好OK就都有 對都有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 做一本雜誌 然後可以讓就是這個年紀的學生可以一起 就是利用這個雜誌上做一個平台 然後可以分享我們可能在找尋我們方向時候的一個 的一個比較給他們一個一個觀點吧 然後所以我們這一期的第一 這次會是我們第一期 那我們就想要討論關於大學的教育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 因為就是到了這個年紀的時候 就是大家總是會就是想說 嗯 是不是要進入大學就會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當然不要啊 是嗎? 對 我們在親戚學 好 所以你就是覺得就是自學生要 是不是要讀大學是一個很常見的生涯選擇 對啊 那你覺得自學生跟大學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 你問我不準嗎? 因為我連高中都沒有讀過 所以我對我來講大學就是學術資源所在的地方 那我只要需要大學的什麼課 反正我也沒有要那個文憑 我就去旁聽 那因為我對研究有熱忱 所以大部分的大學老師 即使是研究所 碩士班大老師 只要他的研究題目跟你的研究熱忱是相符合的 這也會激發他教學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大學就是有一群很棒的學術社群 能夠當你的資源 你如果去那邊只是想說我付學費換一個學位 反而沒有說你帶一個問題去 他能夠給你的那麼多 即使你不要那個學位 好 那就是 那你覺得你怎麼看待就是還有這麼多高中畢業的學生 最後還是選擇進入大學這樣的現象 可能因為他們法律上不算成年 所以他們決定不太算 就是要他們父母的決定比較算數 因為在18歲目前的這個年紀 除非是你的家長簽子 不然你要做什麼都很困難 所以這是一個權責不相等 就是你如果犯法了要負全部的責任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行使 包含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的這兩年 那我們在現在已經送進立法院的一些修法的草案 除了最後的這個投票權寫在憲法裡之外 其他都已經要下修到18歲 所以未來18歲你就可以為自己 到底要不要讀大學 或者什麼時候讀大學 有些人也許想要22歲 24歲 52歲 再去讀大學啊 那這樣子都是你自己的決定 但現在卻是比較困難 因為18歲的人他要做別的選擇的時候 還是需要他家長而同意 但是在很多的情況底下 就是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職業 他會特別想要你有大學的文憑 他才會比較願意認可念能力 你說像教授嗎 對像教授或是像醫生之類的 這種這樣的職業 如果是教授的話 現在當然也有所謂的業師 這樣子的一些制度 其實好比像說 像確實像國外的一些專業人士 來台灣的時候 他如果要取得永久居留啊 或甚至要規劃 成為就是雙重國籍啊等等 確實學位確實是一個考量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這一類的時候 都會說學經歷 意思就是說你有學位當然很好 但你沒有的話 你有相應於這個學位的 好比像說碩士就是4加26年嘛 你如果有6年在這個領域的工作經驗 那也可以相當於一個說師 或者你對於這個領域 有一些重要的專業上的貢獻 那也可以相當於一個博士等等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是學經歷 是病程很少有說就是 非有學歷不可這樣的情況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覺得未來大學會怎麼樣改變 就是未來大學的形勢 會不會慢慢的跟現在有很大的差別 會啊 他本身就會變成一個終身教育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好像國教之後 另外延伸的一個教育階段 也就是它跟國教的關係不會是線性的 而是有點像是說 國教完成之後 那你就投入社會 投入社會大部分都是應用嘛 技術嘛 但你發現你需要一些科學知識的時候 你又回到學俗社群來 那你在就是解鎖一些成就啊 技能數點一點之後 你又回到社會去 然後又回到大學來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這個學位 其實就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現在叫斜槓嘛 所以跟斜槓相對是單槓嘛 就不會是以前那種單槓的這種發展入境 而是斜槓會變成常態 那單槓當然就表示說 你真的很喜歡這門學位 你一直研究它 可能會變成少數 那就是那這樣在就是大家都沒有 如果都不去學校這樣的情況底下 就是大眾怎麼判斷出 他不太熟悉的人士的能力 沒有不去 只是說他需要的時候再去 對那但是好 你不熟悉的人士他有沒有能力 通常我們現在是看 不管是證照或者是作品記憶 好比像說像我要怎麼證明我會寫程式 我可以說如果你手機裡面有安裝蒙點 蒙點那個程式裡面什麼什麼是我寫的 這樣子的話我會寫程式 你應該就相信了 這個就是作品集嘛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其實是我最近才想到的問題 其實你說你是持守的安納期 那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不是 安納期是不要有命令強制的關係 政府是一種 但是大企業也是一種 有些大型的NGO裡面也是強制關係 安納期是反對任何強制關係 不是只有政府 那你覺得就是你有時候還會想要進入到一個 有這樣關係的體制裡頭 就是還會想要進入到像政府這樣的體制裡頭 但是我在政府裡面我也是沒有接受命令 也是沒有下達命令 我繼續持守住安納期的這樣子一個精神 那至於為什麼我覺得說在政府裡面服務 是讓我能夠一次看到各種各樣的不特定人 等於是說大家 納稅來付我薪水 讓我可以用我全部的時間去促成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領域 甚至不同的國家 中間對於相同的目標的合作關係 的夥伴關係 那這是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研究領域 我研究的領域本來就是 怎麼樣透過網際網路 讓成千上萬的人能夠彼此傾聽 所以也可以說是等於大家納稅來讓我做研究 就是除了我們知道你在電腦資訊領域 有很豐富的知識 那我們也看過你就是 你說你對文學商管跟哲學 這些領域有很深的涉略 那通常你都怎麼就是開始決定 你自己要培養神狼的能力呢 大概就是 就輸到用的時候就隨便找 就是說需要我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就去補上那一方面的能力了 現在所謂的終身學習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抛比像說像我在這一場跟你們的討論之後 我的下一場就是要去跟全世界的政府裡面的資訊長 去做一個分享 分享什麼呢 在未來三年可能會出現的三個 這個讓文明崩潰的什麼什麼事情之類的 就是一個有一點叫做末月預言 等等的那樣子一個題目 好那這裡面有一些是我比較熟悉的 好比像說SARS 3.0 如果來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是因為在SARS 2.0 就是現在所謂的Noval Coronavirus 目前這個版本的這個肺炎 確實我是有參與一些工作 那所以這個我就比較熟 那但是另外兩個我就比較不熟 一個是說假設AI現在可以合成任何政治人物講任何話 那而且就造成民主的一個崩壞 因為你再也不能夠知道那個開直播的到底是人還是合成的人 那這個呢我雖然有一點點了解 但並不是真的很了解 那另外一個題目呢 是可能我更不了解的題目 就是我們怎麼樣子去用量子力學的方法 去破解掉所有現有的密碼系統 然後呢我們現在所有的 好比像說我們登入網站的時候 看到一個小的鎖頭 那個鎖頭可能未來用量子電腦一下就破解掉 所以你可以冒充成任何人跟任何網站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子去用量子加密的方式 去補上本來的傳統的這種密碼學 被量子電腦破解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我完全不懂 因為我不會量子電腦 我沒有寫過量子電腦 我懂一點點基礎的物理原理而已 所以我就要在最近的這兩三天去惡辱這個支持 想辦法把那個什麼shores algorithm去看懂等等 那是因為說我要分享之前 我總得知道我要講什麼吧 那所以就是透過這樣子實際投入工作 去補上這個工作所需要的支持 所以你覺得最重要的核心的能力是什麼 最重要的核心的能力就是終神學習的能力 就是我們自己發現說這件事情值得學 那你就有自己的內在動機 而不是靠外在我要拿一個文憑 別人要打一個分數等等什麼原因 所以才去學習 那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即使是完全不同領域不同文化 你如果看不懂或甚至心裡有所排斥 那能夠放下自己的成見跟判斷 去從他的角度去了解 這樣就可以達到共同的價值 這個就是新課綱叫做自發互動共好 簡稱自動好這樣子的一種教育理念 所以您對台灣教育的情況就是希望台灣就是台灣的學生他可以做到可以自發自動自好 自發互動共好 對就是所謂視性良的才能 適合他自己的天性發揚他的才能 那您認為如果說要做到可以做到這種發展方法 對 自學 那這個體制他需要經過怎麼樣的改革 對 首先就是先要有一個以素養為導向 而不是以知識為導向的一個新課綱 不過那個我也是課發會委員也完成了 課程會也通過了 去年已經開始了 所以這部分已經做到了 那在接下來我覺得實驗教育可以再往上推進到大學階段 因為我們都知道實驗教育 年紀越小越容易 對 那一個實驗教育的蒙特索利幼稚園是比較容易辦的 小學就困難一點 中學更困難一點 完全中學又困難一點 那實驗大學實驗研究所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在台灣製造的人並不多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對於實驗學習的朋友來講 你到了大學或到研究所階段 勢必就是要跟傳統的這個體制有一個銜接 但是未來如果有更多的大學 能夠運用實驗教育三法 裡面並沒有說大學不能辦實驗教育 大學是可以的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去銜接實驗教育在國高中階段的這個理念 繼續往上推進 我覺得這個就是去讓更多的高教系統 它不是只是新客剛來的高中階段 是去Push他們去做實驗營養菜 也會有一群實驗大學的朋友們 甚至是現有的一些機構 好比像說博物館、美術館什麼之類 它也可以就專門變成一個實驗大學 專門發單一一個就是研究領域的學位或者學程 大家對於大學的這個想像 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也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就是在家自學中 你怎麼調適你跟群體的關係 就是像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想要去參加跟同儕有互動的團體 對嗎 那如果是你的話 你都怎麼調適你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找到一個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PBL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 當你找到了你想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就算你旁邊的鄰居都不關心這個問題 就算一千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關心這個問題 在台灣這也是兩萬三千人 很多人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在線上 就可以找到正確的主題標籤 正確的hashtag 那你就可以去聯繫到已經正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朋友 那當然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都不是一兩個人可以解決的 要是可以早就解決了 所以每個人都會很歡迎你的加入 那這個時候這種共學的狀況 就會比你剛剛講的自己關在家裡自學要來的好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去找一個對你是問題 但是對整個社會也是問題的這種問題 那就是身為自學生 你覺得自學生的優勢在哪裡 就是自學生在這個社會上的優勢 就是跟體制生來說 你覺得他們的優勢在哪裡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對於自學生來講 我們自己的課綱 是等於我們必須自己也好 跟著團體機構也好 自己去訂立嘛 所以就是說 其他人可能比較像是 就有一個墊斧梯啊 你沒有特別做什麼 那才慢慢的往上撥啊 雖然新課綱來了之後 你到高中還是得選修啊 那至少在小學跟國中的階段 這個墊斧梯是一個均勻的速度上升的 但是呢自學生就好像爬樓梯一樣 就是說你到某一個階段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是說你覺得這部分 你要用一些跟別人不同的學習方法 可能你有一些學習的特殊的學習方案 那這個部分在一般的學校裡 現在新課綱也有嘛 叫做IEP嘛 就是不關於每個人個人化的學習方案 但是通常就是你要提出需求 學校才會跟你一起安排 但是在自學的情況 等於你每分每秒都在自己安排 那所以等於是說 從好處來講 就是說你可以鍛鍊你的核心心群嗎 爬樓梯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那個自發的力量會特別強 那當然往壞處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就是坐在樓梯上面偷懶的話 也不會有電腐器把你往上退了 我剛剛想要一個問題但是 好 卡住了 那等一下 沒關係 他會回來的 好 那我想問一下比較一個私人問題 是 您人生在自學這段旅程中 就是有沒有一個比較指標性的導師 他為你提供的方向 然後你認為這個方向導致 你現在就是你才會有現在 對你有一個比較深入的影響 有沒有 有啊 有好幾個 對 我在最一開始準備要自學 就是十四五歲的時候 當時主要是因為發現 線上就是康奈爾大學 有一個叫ARXIV 現在還在的這樣子一個網站 所以大家在發表旗刊以前的論文 都放在上面等於給同裁去審閱 所以像這樣子一種 我們現在會叫做Open Access 開放取用的這樣一個學術社群 以及後面的開放原始碼社群 或像維基百科這種開放知識社群 開放街頭社群等等的這些社群 每一個都是我的導師 那隨著這個開放的浪潮 席捲到了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等等的這些 這方面的導師就越來越多了 就是我們現在在 就是做一個自學生的媒體 那你覺得身為一個媒體 怎樣才算是一個 就是媒體最重要的本質是什麼 那你覺得怎樣才算是一個成功的媒體呢 對我想在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是媒體啦 就是因為我們尤其寬評是人權嘛 你一個月這個如果上載1G的資料量 跟你一直開直播上載100G的資料量 都還是一個月499塊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實也是一個媒體工作嘛 你隨時想要來訪問我就訪問 我們放個錄音機 那這也就是媒體工作了嘛 所以也可以說 以前我們想到媒體的時候 想到的是大眾傳媒 就是少數人有那個發言權 然後讓大部分的人只能聽嘛 這是所謂媒體試讀 就是你只能看或者只能夠聽 但是現在我們叫做媒體素養 因為每個人都變成了製作人 當每個人都是製作人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確保當你在報導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還是有傳統的新聞工作者 有的那種能力 就是知道說你的消息來源 他講事情的方法 那你需要有一個平衡 不管是在消息來源的 就是fact checking 就是他講的話 要去做事實上面的查證 或者是說你要警覺到說 每個人講話 或者其他的媒體的消息來源 可能有他自己不同的這些意圖 這些意圖 可能要經過探索調查報導 去把它揭露出來 然後以及去證實說 欸這裡面 如果是有一些科學的發現啊等等的話 你要能夠看得懂這些科學的論文啊這些 或至少他的摘要來知道說 欸他已經用什麼英國研究 英國真的有這個研究嗎 等等的這些事情啊 就是傳統媒體的這些叫做新聞的這些 這些製播的這些素養 任何現在的自媒體 我覺得都還是需要有 這可能還是最重要的起訴 那你覺得雜誌會不會變成一個很 世偽很越來越小眾的一個市場 嗯當然如果是紙本的雜誌的話 當然很快我們就會有可撓失的電子紙啊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可能就是到最後大家家裡都只有一本雜誌 但是你按一個鍵他就變另一本雜誌喔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呃閱讀的這個活動當然還是會繼續存在 那但是雜誌如果是呃就是單向的 像我剛剛講到就是說你大量的印刷讓一大堆人看 現在確實是不如你的讀者 可以看到每一頁的時候可能有個QR Code 或什麼他稍微掃一下就可以開始互動 他變成只是一個引發大家共同創作的一個空間 而不是一個單向的好像只有寫作的人 然後看的人除了呃就是呃呃 不知道放個鼠簽或者畫線 那這些沒有什麼社會性的動作之外 呃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單向的這樣子的傳播我覺得會失位 但是雜誌做一個共同創作空間的載體 不管是透過巨重募資啊 重包啊等等 現在我覺得還是非常的會啊 然後我私心想要問一個問題 你就是你會不會在自學的過程中 就想要有一個自學的社團交流平台 就是我在自學過程中 我其實很想很希望可以有一個像是 呃 高中生的社團的那種感覺 但是似乎都沒辦法找到可能跟我 你覺得就是 如果我想要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你就要從哪裡開始呢 不過我想只是兩件事情啦 就是說呃 首先也沒有什麼事情禁止你加入 現有的高中社團嘛 對對對 我在當時就是自學的時候 我也跑去附近的大學 加入什麼條牌社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呃 我現在好像還是條牌協會 不過後來都去打紅髮同學會 對 我的意思是說呃 我想呃 現有的社團 他也不會排斥自學生的加入 確實以前 好比像還有那個什麼同等學歷的 檢定的 你要等兩年才能考什麼的那些 亂七八糟的這些 規定的時候 確實好像有一種好像我們是局外人的感覺 但是現在法所明定 你如果是15歲的自學生 你的權利義務就跟15歲的 冠型體制裡面的學生是完全一樣的 不會因為你是自學生而排除 你加入這一些社團或者這一些 研究社群的這些資格 對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也許你可以去找你附近的大學 很多大學現在有大學社會責任 USR的專案 那他當然也會很願意高中生加入 而這個高中生並沒有挑 是體制裡的高中生還是自學的高中生 那所有當你看到像我們有青年署嘛 青年署說歡迎青年學生高中生加入的這些活動 現在有個叫做我流啊 就是超強青年 強是那個牆壁的獎 當他說高中生可以參加的時候 同樣的自學生 如果他竟然那個主辦單位說你不准參加的話 那個是違反自學三法 你可以去舉報他 確實是這樣 有看到你在我流上面的直播 對啊對啊 所以我流就是歡迎參加我流 它是一個定期的活動嗎 它是把青年署所有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做一個共同策展 然後這一百種不同的活動 本來是在青年署的不同的單位辦理 但現在就變成一個好像大地遊戲 就是你可以跑去幾點等等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流就是青年署的活動 青年署的活動就是我流 它是一個rebranding一個重新把它包裝起來 讓大家能夠一次了解 而不是好像是看起來分成幾個不同的專案 這樣 看一下 應該差不多 對應該問一下 會員老師的問題 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財東木星 我們從特殊衛生在產品的老師 是 那這次是他們是發要翻這個 打擊 我們經過一些討論 我們也支持他們做了很多的選擇 所以說他們這次要來訪問 其實我相信應該還有同學有一些問題 那我先簡單的說一下 我們其實在自學團體裡面看到的一些現象就是 的確體制有很多的現象跟問題是 它沒有辦法那麼快解決 那我們的確有同學 試圖想要回到體制去適應社會 但發現那個社會其實是個個不入的 跟我們在自學的生活是大相近 其實你們自學生活跟真正的出社會還比較像 是 是這個體制才是不自然的 所以這次他們也遇到這個困難 但是他們在體制被擋成奇怪的人類 其實體制內的老師有一些覺察是 他們發現自學生相對的穩定 持久度跟自律的能力都是 跟他比較像共同研究者 但是就是說他們還是希望用這一套說服力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才是 我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就是 到大學改造成你想要的樣子以前 就不要去念大學 這個真的你問我就只有這個答案 所以其實我非常感謝 就是在廷巴克港這個素養導向的調整 但是我們發現在明治端他們有所謂的 就上一陣子很下回程 不過它還要三到六年了 這個沒有那麼快的 對 其實不過這一次大考改成素養導向命題 你就看到有很多補習班什麼都已經開始改了 就它開始啟動 但我們當時在做課發會的時候就知道 你要花六年了才能夠把它都改造到一個程度 是是是 的確因為我們觀察到補習班開始補素養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補素養 我們就學習立場 其實就是在做我們在體制外出的事情 然後開始讓他們去主辦 然後讓他們去實際上去菜市場 對 去登山去滑獨木舟 沐小山還沒有補習班滑獨木舟 不過很快了 對 很快就會有海洋教育 所以同學在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現在是很期待說這個進程是可以拉短一點 那我想要問問就是說關於實驗教育大學 對 你的看法是有沒有辦法大概有一個現在 我知道好像目前國內有學生想要去配套 而且有好幾組人正在籌備 對 對 那但是因為我還沒有看到他們很具體那個實驗計劃 而且教育部高教師也才剛就是commission一個study 做這件事情之前要來訪談過我 對 那所以我目前並沒有一個很明確可以跟你說 一定是明年或者是後年或怎麼樣子 就會開始有實驗大學的設立 但是以我的理解很多高教團的朋友就是很期待 就是在未來一兩年 他不管是現有的大學 他可以有另外一個branding 類似一個就是分好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說真的就是我剛剛講的既有的機構 他本來是研究機構或者是博物館 但是他也想要運用實驗大學法 開始去授以學位 那這個當然就一定不會是要求學生用慣性的方法 因為他可能一開始就是做社群營造 就是做古蹟修復地方創生的 那這個活動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接下來是一點半還有一個會議 所以今天可能就只能先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感謝